今天有個婚禮差不多 大喜日子啊 對不對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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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開心喔 當然有的人說 我受過喜了 他也許是個家庭教會 也許他的牧師在他們家的慾綱主席 算不算 算 因為他是真心的 所以受喜 不是說我有這麼好的漂亮見證 受喜是你的真心 對不對 還有一點 請問耶穌有沒有受喜 你們讀了我的內容 耶穌有沒有受喜 今天洗 不然洗到這種醉嗎 那耶穌有沒有受喜呢 我的講義也有 我的妹的事情講義也有 來講一下耶穌也受喜 他說耶穌要受喜 耶穌也受喜 耶穌為什麼要受喜呢 因為耶穌說 我是禁諸般的義 他說我禁諸般的義 耶穌做我們的榜樣 榜樣的樣 一個木有十字架 那個人 他是一隻羔羊 對不對 那凡彼此家是永遠的 他永遠守著羔羊 結果榜樣是誰啊 耶穌 耶穌 那耶穌受誰的喜 施洗約翰 施洗約翰 他以前是講一個摩西律法的事 屬於這個律法派的很聖結 還有一般的門徒 誰要告訴世人說 我不做壞事 我就去做施洗約翰的門徒 可是問題是當耶穌來的時候 施洗約翰跟我說 看哪 神的羔羊 他就說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滅 除去世人罪滅 所以書施洗約翰就要告訴同同男人 我跟你們教導了這麼久 要聖結 你們作為有施洗約翰的門徒 現在真正能夠實領聖結的門徒 跟完全聖結的門徒 來的就是耶穌羊 他就是你們是 戴罪刀羊 背上刀羊 除去世人罪滅 好 可是耶穌到了施洗約翰的面前的時候 在耶穌湖邊 耶穌竟然讓施洗約翰為他施洗 施洗約翰說什麼 他知道他的移在哪 他說我給你 解鞋帶也不配 你怎麼可以 我來用你施洗 用你洗我才對 耶穌主說 我是進出版的 讓你後來的門徒能放 然後在耶穌施洗的時候 你看聖經怎麼記載 大家跟我說天開了 天開了 天上有聲音說 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我所喜悅的 他進出版的意 是個儀式 讓我們看見 要接受洗禮 有的人在河裡 在水裡 在綱裡 用點的都算 這是外的儀式 那請問 靈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請問耶穌 他受洗的時候 天開了 那請問你受洗天會不會開啊 受洗會天開啊 你告訴你自己說 我受洗了一個神 我是真心誠意的 天為我敞開 我天開了 天開了 你可夢天為你敞開嗎 你願意天上的福 請到在你生命裡嗎 願意 所以啊 你要用真心誠意來受洗 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掛和名嘛 對不對啊 所以天開了 天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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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 這是我的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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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對你呢 這是我的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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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喜悅的 我所喜悅的 請問從今天到下禮拜 如果還有你不神不喜悅的地方 都要徹底底下 我要給你喜悅 那天為我敞開 我要你說這句話說的 上帝高興我自己也十至名歸 好不好 好 一個禮拜再給我們更新 再給我們準備 好不好 好 好吧 所以 天開了 天開了 天上有聲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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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愛子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我所喜悅的 然後 第三個 然後就有一隻鴿子 聖靈保護鴿子 就降在耶穌的身上 那聖靈用鴿子來做象征 在聖經當中 是有說過的 所以聖靈保護鴿子 常常有人畫一張畫片 會畫一隻鴿子 那是否是真的一隻鴿子 就停在耶穌的肩頭上 或你們在受死的時候 突然外面飛到一隻鴿子 飛到不需要 對不對 但是你卻相不相信 聖靈會降在你身上 相信 對啊 所以你受死的時候 不單純是外的儀式 耶穌很謙卑 祂做我們的榜樣 然後呢 祂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在受死的時候 有三件事 誰能告訴我 三件事 第一個 天開了 第二個 天上有聲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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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愛子 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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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聖靈彷彿 歌詞降在你的身上 好不好 要記住 好 我很想停止 但是好像不斷的 有東西想要告訴你們 那我要講聖靈了 為講到聖靈 本來這個功課 我給你們的講義沒有講到聖靈 這個功課應該是你們洗過的 我有點迫不及待想告訴你們 聖靈降在你的身上 哪裡身上 現在耶穌保險在你哪裡 聖靈 好 那請問你心裡有的耶穌保險 又會想要讀聖經 明白神的話 神的話不是南圖嗎 神的話不是地圖嗎 GPS就要導航了對不對 我讀書就要開始運作了對不對 請問聖靈要聞到你心裡 有沒有 所以聖靈有哪種工作 有兩種工作 來說聖靈要兩面工作 聖靈要兩面工作 聖靈要兩面工作 聖靈降在我身上 聖靈要兩面工作 聖靈要兩面工作 為主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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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我所有信仰公司都看見 讓我所有信仰公司都看見 我是基督徒了 我是基督徒了 我正式的跟上帝澄清了 我正式的 我正式的 我不是偷偷摸摸的 我不是化名的 我不想再交朋友 我是正式跟他的關係了 對不對 關係確定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他降在你身上 那你一定會為主要做見證的 好 這個見證會給你能力 當你是練習不行的時候 你都想找到 神會給你智慧 去做你該做的事 這是這樣的身上 那這樣在心靈呢 你需要多汗 因為冰凍三尺 悲玉之汗 一個人會造成自己的這個壞習慣 還有心情 那個都是從小造成的 有人生家庭 有你的環境 對不對 那你得慢慢的去給他 修補修正 所以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 第一步就是耶穌的保險 大家知道 第一步就是耶穌的保險 第一步就是耶穌的保險 第二步就是這個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接下來就是聖靈開始動工 聖靈開始動工 聖靈動工會變活的性情